定位點拿掉,不然到時候你貼到 Junweave裡面還要再移掉,麻煩 乾脆直接講在這裡 Ctrl加H 就是取代 取代什麼呢?取代定位點 把定位點,特別是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啦,因為這些都是 當然你也可以塗法鏈鋼慢慢在Junweave慢慢弄嘛,不過我覺得太浪費時間了 很多時候,我都會跨不一樣的程式 就是不一樣的軟體,他們有他們強項,做完之後再放過去 不然的話,你光做這些事情就頭大了 當然更高端,你可以自己寫程式 當然別論,不過如果不寫程式的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把定位點取代掉 特別是按確定 我是用什麼呢? 用指定方式裡面有個叫定位點 可以把定位點拿掉 如果你不用定位點拿掉,你要變成要自己delete,總共有12區嘛 那你就要delete12次了 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快一點點,定位點有沒有 就是一個 這個符號,按全部取代 好了之後的話呢,把這些資料怎樣? Ctrl C 再貼到那個Dreamweaver裡面,他就幫我做好了 貼到內容這邊有沒有,貼上 自動好了 格式也OK了,不用再調整 這樣會比較快 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出那個list view 那list view前面講過,可以先怎麼樣 把這個 還有印象嗎?如果沒有印象的話 可以回頭看一下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重點 這個地方 在雲端白板上面有第12章的list view 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怎麼樣呢? 就會有一個就是說,怎麼樣去做出那個 我們清單加上項目符號的那個說明 那這裡的話,第一個 先把它變成什麼? list view 所以 貼過來之後呢 把它改成data row 叫什麼呢? 叫list view 第一步 那你可以看到,像這個時候呢,它會變成list view 會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把它變圓角 圓角是哪一個呢? Data什麼呢? insert對不對 改成什麼? 改成true 會不會圓角 即時的幫我把它變圓角 有沒有 圓角就做出來 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前面講過的 再來 我要做出項目 這個項目符號 需要把它變成一個圈圈的話 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 還記得嗎? 可能應該 有印象嗎? 這個的話 如果回去有在練習過的話,應該都還記得 這個地方怎麼做呢? 選取這個 然後點哪一個呢? 點下面有什麼? 類別 找哪一個呢? 快到了嗎? Li,然後哪一個 這個 有沒有 因為他是 Li 有沒有 就是 Ui 還能說到這裡?